剛剛醫師一直在說 一定要喝水 但是要怎麼正確的喝水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問問題啦 請兩位醫師 請問 喝水要小口小可的喝 體內才容易吸收 對不對 請舉牌 黃醫師 為什麼你覺得是不對 中間 對 小口小口的喝不對嗎 還是要大口大口喝 因為男人小口小口喝有點涼 對啊 沒有任何研究告訴我們說 你喝大口或小口分段喝 哪一個身體吸收的水分比較多 其實沒有 沒有喔 是大口怕噎到 大口沒有人用水會噎到的 十條味啊 嗆到啦 嗆到啦 只是說有些人大口喝水 對 然後它的胃可能假設啦 剛好就結構就這麼倒楣 然後哇 一個胃扭轉之類的 然後更慘 但是那個很少 機率很低 對 所以我其實沒有很在意說 喝的大口小口 就是記得要補充水分就好 好 那那個陳醫師 為什麼你覺得對 那一次不要喝太多啦 因為你如果一小時喝 超過1000cc進去的話 有可能會水中毒 水中毒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的身體裡面電解質不平衡 對 所以一下子太多進去 那你電解質的量沒有變的話 它就被稀釋 濃度就降低了 對 人就容易出現問題 那一次的量大概要多少比較好 那我就建議大概300到500 3到500 對 一下子太多的話 真的胃也不舒服啊 對 那有時候 大家都有經驗 因為一下子喝很多的時候 大概10分鐘就想要尿尿的 對 而且很脹耶 對 很脹啊 對啊 好 OK 其實是有個數字的 是 對不起 因為我建議 這個數字忘記了 數字忘記了 OK 就是在當兵才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班長怕你脫水嘛 對 我逼你一小時2000 第二小時2000 因為我有那時候 因為當兵都在戶外比較多 那因為我們現在都在 水壺啦 你多久前要把它清空 把它喝完 這樣就是有一個數字說 你如果在這個時間內 喝超過2000cc 對 就 那個身體的鈉離子 會無法 即時的溜住 然後就會鈉 低血鈉 了解 好 OK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每天至少喝2000cc的水 就可以預防中暑 對不對 請舉牌 又不一樣 為什麼 陳醫師 一天要喝多少量 我覺得跟體重有關係 像你喝的量跟我的量 可能就不一樣了 你說真的一天叫我喝500cc 好像也很難耶 500cc很少耶 我都喝其他的 喝茶 喝咖啡 對啊 那個也不好 也不好 對 盡量喝乾淨的水 喝西北風 盡量不要喝西北風啦 我怕 我太瘦了 再喝西北風會更瘦 會飛走 那如果 剛剛以你說 男生跟女生的量 可能不太一樣 或者是 主要是體重的關係 體重 對 一般我們建議是體重的大概30倍 正常的情況下 30倍 你如果 流汗量很多 排尿量很多 可能要再加一點 如果我是42公斤 我的 你說30倍 假設40公斤 30倍就是1200cc 喔1200cc 像我大概65公斤 那黃醫師 你為什麼覺得不對 因為你要把運動量算進去 還有你今天的排含量 對 所以我們剛剛 因為今天主要講的是中暑 所以如果今天 像我們都是在冷氣房裡面工作 冷氣房裡面 那2000很夠了 對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在大太陽下 那邊戶外工作的人 或你是運動員手 對 2000絕對不夠 對 有可能 因為你一直在流汗 然後排尿 對 所以要看你的活動量 好 OK 接下來請問 不喜歡喝水 可以用氣泡水取代嗎 請舉牌 唉唷 氣泡水喔 兩個又不一樣 黃醫師 你剛剛說你也喝氣泡水 可是 你們一開始問我 我喝氣泡水 我喝啊 你喝 對 但是說用氣泡水取代說的水 這就好像怪怪的 真的喔 對 所以你平常喝氣泡水 但是你也喝一般 對 當然 那你會1比1的喝嗎 比如說你喝多少的氣泡水 你就會喝比它更多的水量 因為氣泡水很貴 你哪有錢 1比1的喝 好像怪怪的 而且很脹啦 對 因為氣泡味很脹 對啊 你喝完那同樣是350CC 對 然後你就覺得 好像今天都不用吃飯了 但很快也會餓啦 對 可是它其實它水分量 也就是你如果真的喝白開水的話 也許你可以喝多一點 更多 對 所以我不會說全部都用氣泡水取代 但一天一瓶 我覺得那就是那種一般的那種一瓶 對 是OK的 好 那陳醫師呢 為什麼絕對呢 可以把它擴大來講說 我不喜歡喝水可以喝什麼取代 對 所以它就是只要任何無糖的東西 不冰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都還可以 對 總比喝汽水那麼甜 你如果不喝水 我改喝汽水 含很多糖 很多其他雜質類的東西 那當然更不好 或者喝珍珠奶茶 對 或者去買什麼 含糖的飲料 那就很不好 對 了解 總之要多喝水啦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喝鹼性水可以幫助改善體質嗎 請舉牌 改善體質耶 陳醫師 你面露膽色 為什麼 因為我看鹼性水很多文章 很多說法都不一樣 對 我們家裡也有鹼性水機 對 但是我不覺得說 它喝起來有什麼特別健康 還是什麼 沒有改 沒有特別的改善 當然你會覺得說 喝起來好像比較安心一點這樣 真的嗎 你至少經過過濾 然後經過它離子化 然後去分什麼 氧離子 氧離子出來的水 我就覺得很像 還乾淨一點 那就喝了吧 心理作用是對的 對 那黃醫師為什麼你覺得不對 就真的心理作用 就真的心理作用 那為什麼市售這麼多呢 什麼鹼性水什麼的 因為他們是不是說身體比較酸 然後喝了鹼性 對身體平衡 酸鹼質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的身體偏微酸性 那你又一直硬去調它 不是很怪嗎 對啊 不能調嗎 不用調啊 不能調 不用調嗎 反正正常身體的這個酸鹼質 是固定的 真的喔 你不會因為你吃什麼喝什麼 然後就會改變 如果你身體的酸鹼質改變了 那就是事情已經大條了 真的喔 因為你的身體所有的酵素 都是要在這個酸鹼度上 它才會工作 所以在我們臨床上 如果碰到一個偏酸的 你就知道它小命 修飲 沒有不會 我們會救它 努力的救它 那表示在正常的人的狀況下 我們不會去刻意偏說 你要喝什麼 喝鹼性或什麼 你的腎脹 你的身體 都會把那些多餘的酸 或多餘的鹼 統統都中和掉了 喔 了解 最後就一樣了這樣子 不過它那個鹼性水 酸性水 我看它的說法是說 因為離子裡面有什麼碳酸鈉 什麼酸根 加一個什麼氧離子 它是把那些酸根把它排掉 那邊就變酸性水 那流下來可能氧離子鈉啦 鈣啦 鈴啦 這些 離子含量比較高一點點 當然希望說我們喝比較多的 像礦物質類的東西 進到生裡面 它才會講說這叫鹼性水 其實應該講說 比較偏洋離子的水 應該這樣講 所以並不是去調整你的酸鹼質 它不會去改變 對 最簡單想你喝到胃裡面 就PH1.2啦 對啊 那你有酸性水 鹼性水 所以也不要離子 都都酸掉了 對啊 而且還賣得很貴耶 對 好啦 OK 好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運動前後 都該大量的補充水分 對不對 請舉牌 這會不會回答 怪耶 為什麼 不是對嗎 後 後 我沒意見了 對 你現在喝那麼多 在那邊跑步會很不舒服 對 這個是不是有陷阱底 所以是運動後 運動後就是 對 你該補充多少就補充多少 沒錯 因為運動前你喝太多水 你一直 我曾經運動前很渴 然後我先喝水 喝完之後跑的時候 肚子一直有水在浮 對 一直有魚缸的聲音 所以這樣也不好 還有運動中也要注意要補水 對 運動一激烈起來真的就忘記了 對 而且你運動的時候你會一直換氣 換氣很容易口乾 對 所以一定要喝水 好 不是說運動前不要喝 我說大家要搞清楚 不要大量 因為是大量的 對 運動前要喝運動中就少口 沒錯 沒錯沒錯 好 接下來請問 夏天喝運動飲料 可以預防中暑嗎 請舉牌 運動飲料可以預防中暑耶 對 有的人 兩位醫師都覺得三角形 為什麼 他不是最好的選擇 可是很多為什麼都會提倡說 你大量流汗後就是要喝運動飲料 可以什麼電解質什麼之類的 運動飲料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他的糖太多 對 我們其實不需要那麼多的糖 對 他只是讓他好喝而已 第二個是他的電解質不夠 對 我們需要的 如果排汗我們需要電解質 會遠遠高過他運動飲料能夠提供的 所以現在已經有一些運動飲料 比較專業了 對 他把糖降低 然後把那個鈉離子提高 對 不好喝 太鹹了 對 但是那個才是對的 那如果說一般要鈉離子 我們直接加鹽巴就可以了 對啊 其實就是泡鹽巴水的概念 但鹽巴水真難喝 對 所以 教大家判斷說 什麼時候喝運動飲料比較好 對 有時候你喝水 一喝馬上就尿掉 代表身體裡面可能電解質比較不夠 你需要補充一些的時候 對 第二個你越喝越口渴 可能也是需要一點運動飲料 因為糖 不是 喝水 喝水的時候越喝越口渴 真的喔 一喝就尿掉 有可能說你身體裡面 可能離子方面比較不平衡 可以幫自己身體補充一些 讓他自己再去調整一下 不需要他還是會排掉 了解 但不是說迷信說一到夏天 就拼命喝運動飲料 對 這樣是不對的 尤其很多小朋友 只要一打完球啊 就是一直灌運動飲料 我覺得這樣好像也不太好 不太對 糖分法來太高 對不對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一天喝一瓶啊 600CC的運動飲料啊 會不會糖分太高呢 兩位醫師請舉牌 糖分退 好像600CC耶 會不會 這個有一點難喔 對 兩位醫師還說 不對 大概6g 100CC大概 現在運動飲料有甜度差很多 了解 對 高的可以高到9 10好了 假設10 那這邊就是60g 對 60g很多耶 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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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要不一樣 我剛剛舉的是最極端的 對 喝起來超甜那種 你這樣600CC就是60g 600CC很多耶其實 對 60g那個方糖疊起來是 不得了喔 就跟一般外面那種 搖搖飲料一樣嘛 對 就是八 九顆方糖這樣 但是現在有些運動飲料 它只有大概2g 3g 100CC 2g 3g 那個就 那個就還OK 2 30g 還是不少啦 但是就沒有像剛剛那麼誇張 了解 而且我說實在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喝運動飲料 你就買一罐運動飲料 然後加水有沒有 這樣子可以喝很久 而且又省錢 昌明哥教你喔 又不會太便 對啊 這樣好節儉喔 好不好 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留言 小 這個是輕還是輕嗎 彭小青說 游泳後也需要大量加水嗎 這個問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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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的啊 一定要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游泳覺得涼快涼快 對 你就忘記其實你剛剛其實流汗 只是都被水吸濕掉了 然後起來之後 你就會洗個澡 然後穿個衣服出去 頭好痛 因為你剛剛有運動完 你的水分其實流失 納離子也流失掉 對 真的耶 因為游泳你會覺得全身很清涼 你就會忘了喝水 不覺得多渴 除非你邊游邊喝 喝起來 游玩起來以後就已經很飽了 就不用再喝了 太多了 而且不要在那個小弟弟後面喝 對 會很有味道 會有一些味道 還會有漂白水的味道 不行啦 游泳池不能喝啦 好 OK 這個怎麼唸 琳 琳 琳 好 他說喝檸檬水好嗎 陳師 我覺得OK啦 但是現在很迷信喝檸檬水 有些人一小杯要加一顆檸檬 對 那就太酸了 太酸 因為會想要喝檸檬水 第一人會迷信說 維他命C比較高 對 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而且人家說什麼檸檬是酸的 喝到身體裡面就會變鹼性 沒有 剛已經講過這件事 沒有這種代謝 沒有這種代謝 剛才講鹼性水 現在又講酸性水 因為那個檸檬不是會這樣嗎 對 會想要喝這個 第一個當然就剛講迷信維他命C多 對 但你要喝到一卡車 才有可能補到你需要的 那第二種人就是 你不喜歡水 對 白的味道 沒錯 可以加一兩片下去 有點檸檬酸味就好了 對 我也是 因為我本身不太喝那個白開水的味道 所以我會加一點點檸檬汁 讓它有味道 我就可以多喝一點 對 那檸檬汁 檸檬本身是水果也無害嘛 無害 所以也OK 但不要太酸 不要太多 有些人加太酸就傷到味 對 沒錯 真的 還好我是假牙 都不會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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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不敗 好 OK 接下來看下一題 請問 喝低濃度的食鹽水 也可以改善身體的脫水狀況嗎 請舉牌 食鹽水喔 對 兩位醫師都覺得對 對 小孩也會常常發生這樣的狀況對不對 對 這個概念就正確了 你補充水分 那同時你的汗 已經帶很多的鈉離子走 對 所以再加一點鹽巴是對的 對 那請問一下鹽巴有分嗎 比如說海鹽 或者是滴那鹽 你一定要用那個 或者是 阿爾卑斯山上面的玫瑰鹽才有效 真的假的喔 一般的鹽不夠看 因為一般的金鹽可以 少來啦 當然可以啊 原來是一般的鹽就可以了 可以啊 可以一般的鹽就可以了 只要是鹽就可以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身體是脫水的狀況呢 陳醫師 其實剛講過就是你喝水不能解渴 對 或是你已經開始有那種熱暈的感覺了 代表水分很不太好 所以一直不會好 對 一直呈現這樣的狀態 代表 即你在變成後面那麼嚴重的狀況之前 一定有個階段 你身體跟你要水喝 對 跟你有一陣子已經很口渴的感覺 只是有可能你沒有察覺 對 沒錯 好 OK 好接下來請問兩位醫師 題目 就是這個 這很難度耶 比例 對比例 食鹽水的濃度 也不能太鹹吧 太鹹會中毒耶 對 生理食鹽水是百分之 要洗剩嗎 0.9 0.9 那如果 譬如說500cc的水要加多少的鹽 比較好 通常我們會再更低一點 再更低一點 所以只要有鹽 最好我忘記了 所以如果說喝起來是有一點微鹹的感覺 對 就可以了嗎 一般我們 如果像剛剛講是生理食鹽水的話 你就是加這個100大概0.9 大概算1的話 那就是100加1 你500cc的水 對 就會加到5克耶 那很多耶 很多耶 所以不可能啊 這樣很鹹啊 通常我們都一茶匙 就是大概 一茶匙 就是一茶匙 500cc 250 500cc一茶匙 OK了 所以我覺得只要帶點鹹味就可以了 對 因為太鹹了 記不太起來了 因為他們其實有標準 可是其實身體沒那麼笨 你大概稍微有點鹽分 他就會把它抓住 你就不讓它走 那其實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不用調到等生透壓那太難天 太小看我們的腎臟了 而且已經很不舒服了 還要上網查有沒有 對啊 到底500乘以0.9 是多少啊 那時候頭都已經昏了 要算這個東西 對啊 真的都累了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Alex Wu說 市售的礦泉水 跟自己煮的開水 哪個比較好 陳醫師 自己煮就好啦 對啊 礦泉水又貴 你知道市售的礦泉水 很多也是自來水嗎 真的假的 或者是看那個礦泉水的 它的來源 它就是什麼什麼什麼自來水 自來水 對啊 那這樣喝了也沒什麼用啊 也沒什麼害啊 對啊 就跟在家裡喝的不是一樣 你喝的也是自來水 對也是自來水 但是我們的礦泉水賣的 比汽油還貴你知道嗎 貴真的假的 你一小罐20塊耶 對啊 67720塊 對 汽油都沒這麼貴 你好會算喔 跟我老公不一樣耶 那我可以改喝汽油嗎 改喝汽油 不錯喔 幫你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好啦開玩笑的啦 不能喝汽油 對 好那個NICO說 一次喝500cc的水會傷腎嗎 不會啦 不會 不會啦 而且女生500cc其實也沒有到很多嘛 對不對 500很多啦 很多嗎 500還滿脹的喔 滿脹的齁 但是也不會怎麼樣嗎 不會怎麼樣 就我剛剛講 除非你很倒霉 然後這個胃扭轉 不然的話就只是很脹脹的這樣 對 但我覺得還是不要一次把它喝那麼大的量 不過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蠻有趣的 慢慢喝 不然你在喝啤酒 你也不會想說577啤酒會不會怎麼樣 對啊 你去500暢飲有沒有 一喝就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 有人考慮過這個問題嗎 有到底耶 沒有 我現在知道他下班都去哪了 真的 都去無限掌握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